下午好,我是佩斯 当各方正设法营就招极端组织哈里发国 俘虏了另一名日本人之后腾歼二时 IS在大马时间今天早上四点左右 发布了处决后腾的视频 视频中贵子手把后腾的头颅斩下后 放在遗体背部上面 至于另一名越旦人质则生死未捕 那蒙正年的贵子手放话说 这是日本噩梦的开始 如果日本政府持续参与西方打击伊斯兰的行动 出了后腾,今后将会有更多的日本公民被杀 加拿大一名17岁少女因在街头醉酒 被一名女警用手铐反锁在警车后座 当时后座同时有一名有多次性侵前科的强奸犯 当女警因是短暂离开警车时 强奸犯趁机性侵少女 由于少女双手被手铐反锁 车门又锁上,少女惨无反抗之力 这起事件四年前在魁北克省以北一个小镇发生 强奸犯已经在2012年承认性侵少女被判入狱39个月 而少女这一次在状告法院子事件造成她心理受损 并出现了创伤后的后遗症 要求涉事拟禁当地警队和政府赔偿40万美元 她的发明改变了世界让全球人口得以控制 她就是病运药之父美国化学家杰拉西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报导 杰拉西在星期五病逝享年91岁 杰拉西的儿子表示,父亲是死于肝癌骨癌和多重癌症 杰拉西生前是Stanford大学荣誉教授 当年病运药的出现引发了许多社会争议 但是杰拉西却认为,病运药除了可以控制人口 还可以让女性选择什么时候怀孕 什么时间专心事业 甚至可以让经济能力不佳的家庭选择什么时候生育小孩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新闻 请继续留守拜歌时事 请继续留守